美国是继续成为被迫害者的避风港 还是要成为独裁者的狩猎场 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 迈克·加拉格尔主席和尼尔·邓恩议员 日前在DC杂志发表联合署名文章 我们谈谈跨国镇压 文章说 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 多次听到关于 中共对美国大学校园中 亲民主反独裁的华裔学生 进行公开恐吓和威胁 有时甚至是人身攻击 通过与几所大学的多数学生匿名交谈 得知他们都非常害怕 中共对他们及他们在中共国的家人进行报复 有些对香港抗争 或者对台湾问题发表过评论的学生 他们的中共国家人被警察恐吓 许多学生不敢再回到中共国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文章说 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 以及在美国的避难者 受到中共特务的骚扰 勒索和殴打 中共跨国镇压的策略广泛 从网络威胁 间谍软件 到代理人的暴力和胁迫 某些情况下来自同学 例如中国学生学者协会 CSSA 截止2021年 全美有150个CSSA分会 这是中共统战系统的一部分 他们自称在中共使馆领导下工作 CSSA通过微信和TikTok等应用程序 倡导反美和亲共情绪 这严重损害了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 文章建议 国会应该加大对在跨国镇压中违反美国法律者的刑事处罚 确保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的大学披露外国资金的规定得到执行 自2013年以来 美国大学报告称 从中共国收到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捐赠 这个数字可能是轻描淡写 因为大学通常不报告外国资金 这也不包括中国学生的学费 2022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人数达到29.1万人 美国大学必须在与敌对政权的财务关系上保持透明 文章最后坚定地表示 我们必须确保学生们勇敢发声 不允许因为信仰和尊崇美国的价值观而受到攻击